出去游玩 遇不上讲究的商家也可能遭遇到被泼冷水的这样的事 12月13号在湖南湘西有游客在凤凰古城游玩的时候 就租当地的特色服装 租完之后被告知不允许自己拍照 只能让商家拍照 游客质疑说是霸王条款 游客租衣服就是为了自己拍照的 而商家表示游客的相机不行 自己这个相机一万三超级好 最终游客只能放弃拍照 将衣服脱下之后离开了 12月14号 凤凰县文化和旅游局回应称 目前正在组织相关部门严厉打击 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属于个例 旅游啊 咱不能只做一锤子的买卖 毕竟只有栽好服务这棵梧桐树 凤凰古城才能引来更多的金凤凰